记者郑明翔苗栗报道 惊悚死亡车祸 32岁蔡姓货车驾驶载驻一车凤梨 从中山高速公路头粪交流到下扎到出口后 原应该左转中华路或往左前方建国路行驶 但货车却高速笔直冲向路口正前方的家具店内 店内梁柱被撞 车头压扁严重变形 大量杂物垮在车头上 消防队费约40分钟将驾驶救出 但蔡南全身多处骨折 血肉模糊 紧急送医仍不至 今天凌晨3点多 蔡南驾驶26吨级的大货车在住处乡凤梨 要指头粪市区交货 下头粪交流到后经济自行中华路口 货车为减速转弯 反而高速笔直冲向位于路冲类制的 知名连锁家具师肯由木分店内 轰一声巨响 家具店梁柱被撞 家层垮下 店内一片狼藉 邻居睡梦中被巨大声响极强烈晃动阵醒 还以为是抵震 消防队赶到现场时 蔡南被变形车头卡住 再加上店内杂物 梁柱接中压在车头 勉强听到蔡南微弱呼救声 但应救援难度高 消防队紧急调派拖车先将货车往后拉 再以机具破坏车门将蔡南救出 但蔡南伤势严重 胸部至膝盖多处骨折 双腿更开放性骨折 血肉模糊 九出时已无生命迹象 送往卫工医院急救仍不治 警方初步研判怀疑是疲劳驾驶 一时失神酿成惨剧 但是否喝酒 详细照是原因仍待理清 而该家具店因为鱼冲位置 为防范类似情势 远就变高地板一公尺 但仍挡不住大货车高速冲力 笔直冲进店内近十公尺才停止 店内床组 桌椅 装黄泉 恐得歇业好歇阵子 词